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片哗然 随后现场灯光熄灭 演出一度中断 紧张的一分钟过后 王真亮紧急救场 对 刚才他从很高的地方摔一台水 然后 我不知道 他还能够坚持 所以 我刚才唱这首歌的心情 是非常非常纠结的 我们给他说 张亮颖加油好了 就在大家都以为 演唱会会因为这场意外终止时 张亮颖已经换好衣服 重新登台 不过 能明显看出他眼中含泪 表情痛苦 左手胳膊也似乎想抬 但抬不起来 从现场情况看来 张亮颖手臂上 胳膊肘有大块瘀青 此外 膝盖也似乎受伤 白色长裙外能隐隐看出 剩血的血迹 尽管如此 张亮颖还是坚持完成了 接下来所有的表演 是天山喝酒 情绪激动 不得不强忍泪水背对歌迷 据悉演唱会结束后 张亮颖已前往医院检查 张亮颖男友冯科 也在第一时间微博发文 跟大家报平安 并感谢大家关心 二日凌晨 张亮颖发微博称 已经检查完 一切OK 并附上与常识类和王真亮 在庆功宴上的合影